再来一首生日礼物 不客气 这么客气做什么呀 大家都朋友嘛是不是 当然时间会给自由 今天是第三天直播 而且今天是几点开的 七点八 我看一下我几点直播的 我看一下时间 应该是对是 六点半收开的 为了事业留好那一天 我走遍了这条热闹的街 只为了请假一份礼物 你喜欢的生日礼物 不是 就在你身边的一天 他那个工程不是结束了吗 我把礼物送到你家门前 他就有带人去堵门找 他在结账好像是 我说好了 你分手了吗 你从说过分手后还可以做朋友 我送你礼物你绝不接受 爱将我忘了你生死不要再联合 你两辈子的快乐 你曾想过分手后还可以做朋友 我送你礼物你绝不接受 为什么会找到你一个明明的好的女人 我是觉得我觉得这首歌是不是很真实呀 都分手了这段联系了呗 而且曾经马上有个男后几次有我 所以我生日他送我礼物 我不要他说不要送我 你也算是朋友 然后也好几年都是一直都是我生日给我送礼物 我都变成了一场热门的结 只为了尽家一份美舞 你喜欢的生日礼物 就在你生日的那一天 我把零物送到你家门前 你说不必了 或是说好了 你分手了吧 我曾说过分手后 还可以做朋友 我送你一物 你绝不接受 还叫我不容易从此 不要再联络 让你死亡怪我 我曾说过分手后 还有一座朋友 我送你一物 你绝不接受 还说我会找到 另一个第一个套个人 此刻再也忍不住 眼泪不停的花落 战斗的双手奔着 你不忘会走 你曾说过分手后 还可以做朋友 我送你一物 你绝不接受 还叫我不容易从此 不要再联络 和你死亡怪我 你曾说过分手后 还可以做朋友 我送你一物 你绝不接受 我总会找到 你曾说过分手 一个人 哇 我带你去复杂的 他 你绞不于 那些人 我想她 啊